完完全全大開民主倒車 甚至企圖回過頭來綁架環評會 我們覺得不對 在這個過程裡面 特別特別選擇在今天 想要讓大家知道 台電如果作為一個有良知的國營事業 拜託 我們如此的贊成 舉雙手雙腳贊成能源轉型 不要在這個時候 讓台灣繼續陷入過度依賴化石燃料 過度依賴天然氣這種發電的模式 讓協和電廠直接轉型成 直接轉型成為再生能源電廠 其實一樣也可以補足北東電網 到2030年的缺口 電廠轉型要增下 電廠轉型要增下 台電說謊出陽下 台電說謊出陽下 電廠轉型要增下 電廠轉型要增下 台電說謊出陽下 台電說謊出陽下 能源轉 那現在我講話他就來打斷我 好沒關係 可以可以謝謝 那我是說我們上市莊屋省 莊屋省的時候呢其實 我們在莊屋省的時候呢 其實也是那個整個審查台被霸占 台電本來非常有多的機會 跟社會大眾好好的說明跟溝通 但是那個機會喪失了 那今天呢好不容易 他們來到這個地方 我們能夠好好跟他說明 所以台電非常誠摯的要求 能夠大家來說明 那我想真的是很可惜啦 這樣一個對話的機會喪失了 那我想說呢 我們後續還是會持續的努力 謝謝大家